最主要還是收拾的功夫 把這個地方把它收拾出來 做出一個景象出來 指著畫作說明他的風格特色 從中立高中退休的國文老師徐明義 在大盾化中心辦起了第10次的個展 這次帶來的山水畫 主要特色在於用大量的色塊和木塊來處理 讓他的水墨畫鮮豔歸立 整盤是燃料 燃料油把它扣上去 扣之後油拉起來 然後先噴水它會散開 散開 這個在扣黃的 這裡扣黃的 這裡扣低的 這裡扣藍的 扣在血上它融合 這次展出的水墨畫約40幅左右 山水花鳥各佔一半 學畫超過50年的他 除了用色塊和木塊來處理畫面 是他的一大特點外 用多種梅材代替畫筆上色 來表現肌理紋路 也是他水墨畫引以為傲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是用樹枝 樹枝沾末以後 把它平放以後 用力拍 拍以後它有時候會跳出去 就比較淡的 有時候會比較深的 深深淺淺 如果上色用筆外 其他都不是 在傳統水墨技法中 嘗試創新和突破 讓他的作品更具特色張力 目前他的畫作 正在大頓畫中心展出到31號 山水花鳥各類型都值得民眾前來 細細品味 記得領獎台中 差不多 到